字幕提供 歡迎收看 食尚玩家來自最晚 大家好 我是柏宇 我是子余 Yes Come on Yes 看我身後 看一下看一下 給我看 什麼車站 什麼車站 桃園車站 這一次 我跟你講 桃園還是有很多貨 我長榮 關鎖很多不為人知的小吃店 映像在巷弄間的 都等待我們去發學 所以是要一一的 把它挖出來了 你啊 不要跑了你啊 你也是啊 很多啊 這一次我跟你講 大廟附近我們還是有 但是我們往後了 我們整個延伸出去 對 我們現在延伸出去 我跟你講 還是要吃很多 你不知道的好吃 想要吃 但是我跟你講 厲害還有什麼 是什麼 你嚇到我了 上次我們還住過一家旅店了 這一次這家 跟那家互相上下 但這次住的地方 聽說 它每一間房間 都有主題 是什麼主題 很厲害的 都是偶像區主題 可能會有什麼 老滿滿屋 可能會有什麼 並公司 對啦 對啦 反正都是偶像區 你可以想到 裡面一定非常地正點 好啊 晚上出馬 但旅行只要看到角處 走 我們要一次桃園出一彎 太開心了 我們又來到桃園了 桃園的美食實在是太多了 介紹不完啦 我們兩個只好再一次出馬 來到桃園 希望能為大家找到 隱藏在小小巷弄裡的小吃 來 桃園第一個點 我們就要吃很厲害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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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悉吧 又是大廟 大廟啦 第二大廟 大廟旁邊 過不少太多了 之前的話吃前面 大廟前面 現在都已經貼上我們的照片了 它超紅的 我現在大紅色 首先 我跟你講 就要先來吃一個 什麼 美濃版條 還有那個麵線 麵線啊 聽說這兩樣啊 在這個大廟這邊已經紅到不死 很厲害 很有名的 在地點推薦 廣為宣傳的 對... 我們這次就要把那個 我五常龍的東西 再度把它翻出來了 全部帶給大家 對... 我們不然去吃一下那個 美濃版條 跟麵線 走 走 我們上次一定是瞎了眼 才沒看見這間 在大廟旁邊的經典老店 這一間改了18年 轉滿板橋於大廟面線的店家 人氣指數可是不得了 老婆娘 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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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娘 我跟你抱歉 上次來桃園沒有先來妳吃的 是我不對 我們錯説了 這次我還是來了 有沒有 一定要來的 聽說你家就是這個大廠 這個麵線很厲害 還有美濃版條很厲害 真的家的 我鄉下那美濃 從小吃到大的美濃版條 對 更要來嘗試 更要來嘗試 比較像這樣 對 老闆娘 你家的大廠面線 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嗎 對 我們家的麵線就是 老闆有從日本去學過 再來台灣改良 改良 對 改良一些 口感上比較偏甜 就是我們台灣的 古特的那個不一樣 古特的味道 口味偏甜就對了 那粄條是用什麼東西來料理 就什麼口味的 湯的 乾的 對 都有 都有嗎 這是看客人的品牌 我們這個湯的話是 辣椅湯去烤製的 大骨湯 厲害了 好好 那個板條是用什麼做的 再來米 再來米做的 據我的目測判斷 這間老闆娘的心血節作 來自美濃的板條 走的是醜而用的路線 厚實的感覺 讓人很想給他咬一口 不過在吃之前 我們還有其他功課 那就是要去訪問客人了 大哥 阿嬤 大哥 嘗嘗先吃阿米酸嗎 嘗嘗來 嘗嘗來 好不好吃 好吃啊 好吃 好吃 好好吃啊 光是個老闆忙碌不停 就知道這裡的飆高人氣 到底是什麼沒味道 大家像是發的風一樣 排隊要品嘗呢 太棒了 我們現在終於要給他品嘗一下 對 現在就來嘗嘗看 好 OK 我們來先吃吃看好不好 這個超大一碗 你看它的料有多紮實 這是大腸 你有沒有看到嗎 這是太誇張了吧 這是大腸啊 大看之下我還以為甜不辣 我跟你講 這太大了吧 我把米酸裡面加甜不辣 吃吃看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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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順耶 很順耶 對 香糖筍那個麵線 整個滑進去 然後它會勾芡啊 這個勾度啊 剛剛好 然後芽啊 你們咬下去噴汁 我超想吃這個蚵仔的啦 蚵仔 就那個加一步帶直接來的耶 想看看... 好好吃 超棒的啦 超Q的耶 脫蹦亂跳的 感覺還有生命耶 好吃喔 裡面那個汁力超棒 而且又大哥 而且它吃起來真的會噴汁 對不起...我太激動了 是蚵仔 不是蚵仔喔 蚵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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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蚵仔蚵仔 沒有蚵仔蚵仔 好 它就已經滑溜彈了 你看 就是要這樣 它一定要有厚度 這種才叫龜仔啦 一般那種叫粉 就是一片很薄 一起來就甩那種就不行 這是有厚度在的 這種再來米酢 咬起來就是有嚼勁 你吃 有沒有 彈 彈 要嚼很久 它是厚實的耶 對 不是那種雖然彈 但是你一咬咬久 它就沒有在嘴巴 已經沒有那種 它的那個這樣子 持續一直咬它的那個衝勁 你知道嗎 就是慢慢就爛掉了 這個你要一直嚼勁 嚼很久耶 很Q的耶 它這個真的是 有美容版條的感覺 除了主食外 腌淚很Q 嚼勁本腸 大人在80元的新鮮 團炊美味小姐 一起煙燻入味 細皮蛋道的鯊魚也小菜們 都非常推薦喔 這一間在大廟旁 18年的傳統小吃店 從早上8點半開到晚上7點 用的是最實在的料理 征服許多桃園人 看來我們上次真的是鬼遮眼 才沒看到這間 哈萊的老店 走 接下來又要吃 加非常好吃的小吃 嚇死你的肉丸 嚇死你的肉丸 我沒聽清楚 我想說字幕要怎麼上 嚇死你的肉丸 嚇死你的肉丸 我想說蝦要怎麼罵丸 什麼東西 怎麼反正的 還說不是你 你不可以跳的嗎 好啦 我跟你講 這家罵丸很厲害 因為它裡面有加什麼 鳥蛋 鳥蛋就厲害了 叫他蛋喔 罵丸裡面加鳥蛋 你看那個罵丸 誰在跟你加鳥蛋 對啊 這就厲害了 而且罵丸每天現做純手工 手工製作加鳥蛋 而且它裡面的肉都是精心挑選過的 我跟你講 而且它裡面加了很多料 皮Q就算喔 內餡也很重要 天使的肉丸耶 還有它的醬汁 也是很有它獨門的一個訣竅 你也在形容了 我受不了 受不了 受不了 你跟我出發 其實是看嗎 台灣肉園是滿街開 到底桃園哪裡的肉園 才是真正經典耶 說到這間政府街上的肉園 可是稱得上小有名氣啦 就連許多外地人 都打老園跑來吃耶 老闆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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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你很麻 聽到人家超多的這樣 還對 年輕老闆啊 看來老闆歲數兩歲 都還撐下來 差一兩歲而已啊 對不對 這麼年輕 老闆 你爸爸玩 聽說裡面有加鳥蛋 真的啊 而且你的醬汁很特別 這白白醬汁是什麼 這是鹽的 鹽的 然後現在加鹹的 你看我去說他的醬汁很特別吧 真的耶 真的 厲害耶 至今的桃園開了 將近34年的肉園老店 肉園是每天用手工現做的 為了維持肉園的品質 老闆堅持採用溫提豬肉 下去製作 並且以加入鳥蛋的特殊口味 獲得眾多客人的推薦 大哥 肉園好不好吃 吃啊 大哥 常來吃肉園嗎 從我國小就開始吃了 國小就吃三代了 大哥 你覺得他家的肉圓 吃起來跟別人的有什麼不一樣 很Q啊 好 吃 好 吃 加入鳥蛋的肉圓 到底有什麼驚人口感 吃的客人不僅吃了 擁有幸福感覺 而且還有許多人一吃就吃三代 就讓我們吃吃看這個厲害 高香的肉圓吧 重點要吃肉圓了有沒有 你把鳥蛋找出來 我就看到鳥蛋出現在我的面前了 你看看 真的耶 我的鳥蛋已經跟肉融合在一起 鳥蛋好大喔 好啦 我們先吃吃看好不好 好...